在蘇州市泰昌那邊工作 我那時候我有聽過有一些人 對蘇北人有一點刻板印象 有這麼聽說嗎 我沒有任何我沒有惡意喔 但是你有這麼聽說嗎 確實因為蘇南確實富 就是說因為有錢人看不起 比較沒錢的這樣子的意思就對了 可能有這種狀態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好威的頻道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場景呢 是三位蘇屋的這個頻道 目前所錄製的影棚 也就是網友屯叔叔的家裡 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房山 在他家的蹭店 蹭王 幹活 剪視頻 剪視頻的過程當中呢 去錄製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片頭 今天這條視頻啊 好會要跟大家去聊 講述呢 今年的2023年的10月中下旬 我不是去了一趟徐州嗎 準備要去徐州之前 送了外賣 賺了六七百塊錢 大張旗鼓的跟大家講說 我要去徐州 辦一點事情 做硬握 相信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吧 對 這條視頻的剪輯過程當中 我個人認為有必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這條視頻主要在講什麼 我去徐州的第一天 我跟徐州的網友 見面了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粉絲朋友 馮大哥 我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呢 經過他的允許 他說聲音可以不用修 但是他說他個人有點上夜般 有點黑眼圈 所以呢 希望我幫他 馬一下 賞賜他一個 小熊貓 跟小夥伴一樣 小熊貓的一個待遇這樣子 馮大哥他人 非常好 他跟我介紹徐州的遊玩 徐州的故事 帶我去吃好吃的 然後我們去 聊一些 朋友之間會聊的一些話題 不單單只是UP組 跟粉絲之間的見面這種感覺 那我們就把這條視頻看下去吧 應該是拿料 我要從那裡 好好好 這麼好 我拍一下你背影 打個小熊貓 徐州的好朋友 你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要打小熊貓嗎 可以了解一下你是什麼工作嗎 為什麼需要商業班 我要去做 哪一個產業 機械行業 機械行業要進車間嗎 對 我是做治檢 就是檢測他們質量 治檢就是品寶嗎 對 用你們那就叫品寶 然後我是做 醫療用CTG 就是 就是醫院裡面開你的CT 你這個可以 可以說出來 可以 可以 可以了 好 這個沒關係 因為還是 你講到你的工作嘛 產業嘛 然後我就想說 盡量 也保護你一下 這樣子 就像我 我跟小 我老婆一樣 這個也不是什麼 什麼那個 特別隱私 或者是 或者說要 對啦 對啦 要那個 做 保密 這個東西 不重要 不是一個很 很那個的一個 那個行業 網友留言好多吃的 什麼 今天去吃的 那叫我覺得味道還不錯 然後米 米線還有地鍋 我們今天是吃什麼東西 許州菜也可以 但是如果說現在去吃地鍋雞 那幾家比較 出名的是 這個點是排不上隊了 如果到地方 估計要排兩個小時 才能吃上 那個就太 太耽誤時間了 去我們那邊 附近一個 就是我們當地的許州菜 可以簡單吃一下 簡單吃一下 我今天早上吃的那個 我發給你了 我到現在還不餓 喝的那個辣湯 對對對 我覺得他我覺得辣湯有點有點辣 對 然後裡面還有加薑 對不對 裡面是有加桂皮嗎 薑 胡椒 雞果 牛果湯 然後吃 扇魚 啊 扇魚 就是 3塊錢一碗還給你加扇魚啊 以前是非常多 你這樣 3塊錢 一碗還給你加扇魚 但是 這台車啊 對 新能源嗎 對 新能源 那我上車了 建設還蠻 對 許州 也畢竟是在江蘇省 也是排在第六的 江蘇省第六名 對 那你各位跟我講一下那個排名嗎 第一是蘇州 江蘇蘇州 哦 你意思是說除了省會之外的城市是吧 啊 對對對 就是江蘇省類 蘇州再來 第一蘇州再來 再來是 南京 再來才是南京啊 南京不是省會嗎 對 唯一一個 超過省會的 這個城市就是蘇州 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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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可以幹掉 好多 城市的省會 哦 你是說是說GDP嘛 對吧 總總GDP的量 對 第二南京第三呢 第三就 不知道了 反正是蘇南 哦 就是 因為這邊是蘇北 蘇南蘇北 哎 我問你一句話 哦 嗯 哎 我之前在江蘇的蘇南在蘇州是太常那邊工作 我那時候我有聽過有一些人 對蘇北人有一點刻板印象 有這麼聽說嗎 我沒有任何我沒有惡意哦 但是你有你有這麼聽說嗎 確實因為蘇南確實富 哦 就是說因為 有錢人看不起比較沒錢的這樣子的意思就對了 可能有這種狀態 有一點 但是 現在基本上就應該沒有什麼明顯 我們說蘇北 蘇南跟蘇北比蘇北窮一些 確實是窮一些 但是你要說 我們徐州如果比其他的省會城市 可能還要 還要厲害一點 嗯 同樣情況 蘇州這個城市 他比那個 好多的那個省會城市還要 還要發達 對吧 我之前剛來大陸這邊生活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是干業務嘛 16年的時候干業務 所以我那時候有 我們主要是跑華東華北跟東北地區 嗯 所以我我我這一片算還行 就是就是至少省會城市都去過 嗯 所以人家說河北的省會城市在哪裡 我是答得出來 對 答不論人都能回答得上 在省會城市裡 它是不太出名的 哦 就是 可以說是梗吧 對吧 你剛跟我說那個 你是連續好幾天都要夜班值 對 幾點到幾點 12點 夜到第二天八點八小時 哦 就是八小時工作日還是正常 雙休 雙休啊 所以你禮拜六禮拜天不用去 還是說有時候有點調 呃不用不用調 就是雙休 產能比較多的時候會 下班 這裡啊 走走走一起來啦 這幾位 兩個 哦 這邊坐在 我怕曬太陽 我們坐這裡 你怕曬太陽嗎 那我們就坐這裡啊 可以嗎 有光而已 對啊 光線從這邊過來嘛 然後臉罩我 然後我再拉個那個 派我們兩個吃東西吃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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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那個人 那這次我算羊肉也打卡了 羊肉我就不用在歐物特區 晚上可以去吃燒烤 燒烤你有推薦哪幾家嗎 燒烤就是吃 你看只要有人 而且是老小區福建都可以 沒必要非要擠那個烤箱店 其實我不會差太多 了解 這個份量都還蠻大的 對 相對會比較大 那我們就弄 你吃過你可以帶走 對可以 感受一下咱們許叔這邊的特色是吧 哈哈哈哈 羊肉羊肉湯 是必須得喝的 哦好羊肉湯 然後再炒一個 八戴魚 看你喜歡吃什麼 我沒有什麼你就你就你來就行 因為這邊的菜子 這種形式就是明廚的嘛 就是 什麼材料做在裡 一半刷羊肉 蒜羊肉是什麼 燒 燒羊肉 紅燒 我們本地會幫你的羊油 就是羊的板油炸出湯 炸出那個油 然後放辣椒 不要有多一個負擔 吃完我打包再打 吃完你打包再走 哈哈哈 我跟你講其實我什麼都吃 你就看你就看你要點什麼就行 按你的口味來 就是對吃個徐州菜 對 我就想看你怎麼點 對 對對對就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沒有記號 我沒有記號 這個炒菜的風格跟外面是不一樣的 對吧 我們這邊炒的都是偏辣偏鹹 啊 可以 可以請來的 不用請來 我不用請來 那我就是來吃徐州菜 來就想吃這個我們這邊的本味 正常做就行 我們按本頁的做法 好好好 比較傳統的叫新化 那個大概有個幾百年了 二三百年 新化是在哪裡啊 在羊羊山 下午沒什麼事就可以 正好就可以那個博果 新化是就是在那個 在羊羊山上 那一路就逛下來了 對那邊其實景點還蠻 它是比較密集 對比較密集 對就是在那一塊 晚上還有那邊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1718的夜市 18的夜市 對18夜市 想說 買房子就是奔在這個 有一個湖嗎 來這邊還能來這邊玩一玩 不管他學不學的會 他還是有 家長還是會去報這個課 到小孩也 小孩也上過外教課 就是英語 至少不落後吧 對 對 至少在學習這個方面上 讓他如果他能 有一定的這個自我學習能力 或者是就是理解能力 他能慢慢上來 他能自主一點 也就我們也不是說讓他 如果去參加這個 競賽做的 或者是輔導之後 我要多厲害多厲害 也做不到 對吧 在學習的時候壓力更小一點 啊 對吧 我們普通人也不可能說指望他 去比我們要強多少 因為我們也是很普通的人 對吧 這公園很棒 價值的話人超多對吧 對 超多嗎 對 所以說就說 許州這邊出帝王嘛 嗯 搖船 就是傳說 應該說是劉伯溫在那個 盈龍山打個警 就是把龍脈打斷 就是自此之後 許州就出不了皇帝了 哦 就有這個說法 我記得我之前來的時候 好像有聽 聽說欸 就是許州這邊 以前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對 到了明代黃河護堤遺址啊 這個在大龍湖的北岸 距離黃河1.5公里 剛剛這個朋友說 它底下是有一個木啊 這底下 太神奇了這個地方 欸裡面還有金魚欸 紅色的 欸對有養井裡 對紅的 那這邊就去福路了 沒事我給你放在 這個路口 你要等我嗎 你應該很快吧 那你要等我 你要把我拉去哪裡啊 酒店啊 不用啊 不用啦 你到市中心不是 從這裡也是一條路 但是我不知道我搞 搞會不會搞很久欸 沒事 那你陪我進去是吧 那我進去問一下啦 好 我要辦那個銀行工工帳的 3456 3456去問一下是吧 問一下6好 你好 銀行工帳出了一點問題 是你們這邊嗎 好幾年沒用了 鎖上了吧 對 對 拜拜 沒錯 他一個拜拜 你實在太懂我了 感謝你幫忙啊 是 拜拜 下次來許州帶你去吃一點特別的 今天就很好吃了 今天就很好吃了 行 我們下次再去 好 拜拜 你處理好事情 如果明天 你不是還有時間嗎 要是去 需要去哪兒玩 我帶你帶 好好好 再聯繫 電話 微信聯繫 好好 謝謝你 拜拜 謝謝大家把這條視頻看到這邊 其實我跟馮大哥見面 也是算是還蠻不容易的 因為我是平日的時候去徐州 對吧 一般來說大家都是工作了 所以工作日我到徐州的話 見一個網友應該不是那麼的容易 所以剛剛好 馮大哥他上了夜班剛下班 他的前一天是從十二點開始上班 一直到早上八點 到了八點之後呢 他也沒睡覺 他就開始跟我約了 我到了這個市政中心的時候呢 他是大概九點多到了 他就直接到那邊來找我這樣子 帶我去吃好吃了 然後玩聊天等等 然後沿路都是開一台車載我去的 我們在車上聊了很多 然後我真的覺得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跟大陸這邊的網友 實際上實體的見面 然後感受一下這些人 這些朋友們 對我的真情 對我的好 然後對我的協助 然後我真的覺得是非常感動的 下一期視頻的話 還會再跟大家介紹 我們在玩的過程當中呢 我們去吃飯聊天的內容 還有一些談點吃東西的視頻這樣子 今天這條視頻想要跟大家去講 就未來我可能每一條視頻的結尾 可能會插入一些簡單的廣告 進行一下引流嘛對吧 現在收益也是相當低的 我這條我準備要插入的人 是這個吞叔叔 在他的這個蚕食官的這個平台 他們的創業的項目吧 賣了一本書 然後希望大家透過置頂的鏈接 給好位一點支持 然後喜歡的話可以在上面下單 那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